全球新鲜事 私房小故事 特派告诉你不知道的 新闻幕后大小事 各位中央社好怕特派 谈新事的听众 还有YT上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国际两岸的汉元 那今天我们要谈的题目 其实并不是大家想的那么复杂 但是要花一点心思啊 他的题目叫做探交易 不用想的那么复杂 如何起跑 最近我们国内的企业界 还有传统产业 不管是科技业或传产 大家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就是即将要开跑的探交易 那我知道这个题目 在Podcast上直接去谈 谈到天花乱坠的话 其实不太好容易了解 但是这个议题确实很重要 而且影响非常广泛 最重要的是 我们有一位在欧洲的特派记者 叫田席如 他对于报道产业的背景 还有过去对于商业经营 这样的报道比较专业 所以我们决定用最简单的话语 还有比较口语性的方式 把这件事情好好的讲清楚 交易确实不是那么复杂的 我们就先连线在布鲁塞尔的记者田席如 席如你好 看员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刚刚笑的原因是因为知道我以前在财经界 财经杂志的时候 我的同事都知道我是麻瓜指标 就是他们写的东西怕读者看不懂的时候 就说拿野田席如测试一下 他如果懂的话 80%的读者都懂了 所以我们今天是谁在考谁 不知道 等一下就知道了 但是我觉得我们两个人 我们两个人现在有一些共识 你一定要同意 第一件事情 之后的讨论 不可以有太多的英文跟英文的简称 同不同意 没问题 第二个 不准用大量的金融学术的词汇 可以吗 可以我没有 大量的金融学术词汇可以用 因为这件事情主管的机构是台湾证交所 所以还是会有牵涉到交易的相关的专业 第三个就最简单的 就是我们两个之后的讨论 我们两个这样子谈得很高兴 但是听的人或看的人觉得 是入眠的最好的帮助 这件事情同不同意呢 这个只能尽力做到 我可能不知道 至少我们不会睡着 大家都不能睡着 大家都不能睡着 而且我们要经常把它讲得很有趣 因为交易这件事情本身 它就有它的有趣的地方 那这件事情 其实今天它的重点很多 千丝万缕 但是因为邪如人在这边 他在布鲁塞尔 他在欧盟 所以我们的观点还是 这个他山之石 到底人家过去怎么做 然后可以对于我们现在的法令也好 限制也好 或者交易也好 或者市场如何设定也好 能够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台湾的碳交所 其实在八月初的时候就已经挂牌了 预计在明年的春天呢 就能够完成碳费征收的标准 还有碳权的交易 所以简单的来说就是 我们会有一个碳交所 那所谓的交易所就是一个平台 让大家如果你排碳排的少 或者是排的多 你依据你的企业的经营的方式 还有国际景气的状况 来决定你到底要拥有多少的碳权 或可以释出多少的碳权 以达到减碳 甚至零碳的这样一个方向 邪如先来谈一下 在欧洲这短短几年运作的经验 整体来说是怎样 我先谈一下说 为什么要看欧盟经验 因为它是全世界 目前最大的碳交易市场 它去年的总交易量 相当于26兆台币 新台币26兆 难以想象 占全球交易量的大概87% 所以18年的欧盟经验 值得我们来探索一下 那它的基本原理 其实就是污染者付费 就是碳交易市场 基本原理它会设定 欧盟会设定不同的产业 每年有允许你排放而氧化碳的量 那这种方式如果是收个税 大概就是说你超排了 多排放的部分要缴钱 但是如果它是一个碳交易市场的话 那你就可以去买别人剩下的排放额度 来补自己没有达到的就是超标的额度 所以它的原理就是创造有盈 这样减碳这件事情 做不好的要付钱 做的好的可以赚钱 所以这个是欧盟它整个开闭这个市场的思考 那它在做法上有分两层 我希望可以讲简单一点 如果大家对股市 股市大概投资市场有一些了解的话 它欧盟的两层 它第一层是政府先提供一个 所谓quota好了 台放配额 那大家会听到台湾取的名字叫探权交易所 对不对 那个探权的意思就相 有点类似于欧盟讲的那个探配额 对 那它会现在初级市场拍卖 就它有点像是股票的未上市市场 就是公开发行了 然后未上市股 那只有特定的人可以认购 不是大家都可以进去玩 那所以可以认购的 可能包括经过政府许可的探交易商 什么企业 商会团体也可以这样 那第二层市场就是当你拿到这个探额度 然后抵掉自己该减掉的额度之后 就是我有一个达标的标准嘛 那我还多了 就无存啦 剩下来的呢 我就可以拿去卖了 那些呢不够的就会买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刺激消息市场 它就会得到市价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市价 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刺激市场 其实习如刚刚应该没有人睡着 讲得蛮清楚的了 虽然我们在法令上还有规定上 探权的天花板很难设定 这个确实需要一些时间找到 也需要专业的分析 那我们先来讨论另外一个方向 就是其实我们的碳交所要上市 它要开始要运作 有它的必要性 主要还是因为欧盟的关系 因为从今年的十月开始 碳边境调整机制 我还是要讲一下英文 叫做Carbon Boul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 简称大家记好 简称叫做CBAM 就是你所有要出口到欧盟国家的产品也好 或者是原料也好 就必须要告诉大家说 你到底含了过程 产制过程 还有运送过程当中 到底有多少的碳足迹 那你必须要有这样的东西出来 然后你才不用去买欧洲国家 他们彼此要进进出出的碳凭证 你才可以进口 所以大部分的业者在过去几年 都在准备这样的一个方向 不管是大的公司也好 台积电也好 传产台硕也好 都有 都在适应这样的一个变化 那习如来解释一下 这个机制要如何运作呢 你现在要醒了吗 我有这么的无聊吗 不准醒 不准睡 CBAM好了 我们的理解就把它当成碳关税就好了 它就是一个关税 那它基本的原理就是要避免不公平竞争 因为前面讲欧盟自己的碳市场 它已经算是蛮蓬勃的 所以它其实让被迫减碳的企业 其实它不是都为企业设定减碳标准吗 所以不管你是用过什么方式 它都付出了减碳成本 但是进口品怎么办 就是其他国家的东西的进口 相同的进口产品 它的成本因为没有在做减碳 所以比较低 那欧盟这样子就变成利己严而待人宽了 这件事情在经济上不是好事 所以它这样减碳就搬石头砸自己的脚 所以欧盟不想要当冤大头 它就推出了这个碳关税机制 那它的做法就是说 除非你已经在你的出口国家 缴了一笔 为了减碳而缴了一笔钱 否则的话就要去向欧盟买凭证 那这样子的话它就真的就像脚关税一样 它就会垫高进口产品的成本 这样就会让欧盟自己内外的减碳成本 尽量去拉齐这样 对 那台湾比较麻烦的是 它今年10月开始试行这件事情 它会要求申报煤迹的所谓的碳含量 所以台湾的企业要出口到欧盟 如果是在管制的产业内的话 你就要去算我这个每一个产品 它到底含了多少二氧化碳 整个生产过程 然后在明年1月底前要出交出第一份报告 那到了2026年的时候 这个买凭证 碳关税这件事就要实际上落实了 所以对台湾而言 经济部有评估 大概3500家企业会受到影响 主要是钢铁金属扣件 铝制品这些 了解 了解 因为我们自己要开一个市场 开一个交易所 当然是千头万序 这个产品要如何设计 它的规格如何 客户到底在哪边 规模有多大 手续费要收多少 如何跟国际接轨 国外的产品如何上市 这些都很骚脑的事情 我知道主管机关 不管是台湾证交所也好 或者是国发基金 甚至环境部等等 都在找到一个标准 希望在明年的时候 就能够上路这件事情 那其实我个人知道 就是不少的企业 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 例如在年报上面 在会计的核算上面 有另外一本影职账本 就是把碳加到里面去了 那国内的主要的会计业者 或者是外商 都已经进行了 很长期的咨询 席卢 你的了解是怎么样 你刚刚说 应该换我讲 主要有名字不要睡着 叫做碳盘查 就是去判检 整个生产阶段的 碳排放量有多少 从哪里来 那环保署统计 大概台湾有300家企业完成了碳盘查 就是去揭露说这件事 那大概占全球碳排放量的超过八成 所以其实基本上第一步 台湾企业大概有做到 但是接下来就要算成本 那算完以后 这个要怎么为碳来定价 那这件事情做得最早 最彻底的是台大电嘛 大家都知道 它提出提供一个内部碳定价 就是我们台湾还没有完 国际还没有完之前 我们自己企业内部不同的部门 先开始来熟悉这件事情 去理解你生产所产生的二氧化碳 是有多贵这件事情 而且它定在很高的标准 就是每一吨二氧化碳要300美元 这个是大概全世界最高 所以因为很贵 所以各个部门就会努力去减少碳排放 那台大电曾经说过 他们一年可以累计1.5亿美元 来自于这个内部碳定价计算的 所以他们内部的钱这样收一收 还可以拿来投资研发新的能源 另外我知道很多外商也都越越欲试 许如你的了解呢 台湾外商喔 对啊 不知道欸 我在这边离台湾去国多日 真的还假的 但是在看它相关的 因为它整个减碳是一个经济 已经形成一种新的经济 那减碳经济相关的金融业啦 投资顾问业啦 对啊 然后相关的所谓环保产业啊 其实都卷进这里来 那台湾其实早在几年前 大家可以知道 从一开始的CS啊 所以所谓的不要讲专业 所谓什么企业社会 已经扩展到了什么ESG好了 它就也是 就是跟环境 跟减碳有关的 那这一些事情 它已经卷 慢慢的卷动越来越多的企业 所以在其实可以说有一部分早期投入人 他们已经在为台湾碳交易市场做好准备了 现在只是不知道政府要怎么玩 就政府怎么设计这个游戏规则 对啊 这个以后的节目我们再来探讨 因为游戏规则才是最才是一个交易所 还有市场最核心的部分 但是我确实也看到一些 网上也都看得到嘛 比如说会计公司公布的盘查报告啊 或是他们的资商建议等等啊 都蛮多的了 听众朋友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去download这些 去了解 他们过去几年为我们国内企业 所做的分析啊 包括成本 还有营运可能受到的影响啊 好 那节目的第一段呢 我们两个讲了一大堆 让人家可能会 梦周公的内容啊 相信大家了解了啦 但是我发现呢 有一个 有一个概念呢 我们两个完全都把它忘掉了 就是节能渐探这四个字啊 脉象灵探2050 甚至什么多种几棵树啦 养一些森林啦 还有车辆的态换等等啊 大家都在讨论啊 那其实这些都重要啦 但是真正跟交易能够扯上去的话 还是一个企业 它最主要的排放的来源 就是用电这件事情啊 那我自己是认为啦 就是说这个事情 过去就是 我们都嘴巴讲啊 但是气候还是继续的改变当中 尤其今年2023年 热的不得了啊 你那边有很热吗 我们这边的天气 真的叫做鬼天气 就是一个礼拜很热 二十几 二十九度 这边二十九度 大概相当台湾三十几度 然后第二个礼拜呢 风大雨大 好像台风发生在这里 所以这是真的非常极端 然后尤其像南欧 其实发生蛮多气候 引起灾难 其实是蛮严重的 所以我是觉得是用 就是说以欧盟的经验来看 就是直接把资本主义 当中的市场机制呢 直接把它搬到这一套理想话 或大家嘴巴 光嘴巴讲啊 没有什么行动的啦 来让资讯透明 然后减缓这个碳的排放 甚至到2050年 这一个零碳的目标 但是很奇怪 很有趣的是 你知道一牵涉到了交易 获利或者是输家赢家 这种华尔街的概念就出来了 就是赌场嘛 所以就会衍生问题嘛 在过去欧盟有这样的状况吗 觉得有一个关键的差别 就是碳交易市场 它有一个公共目标 就是要达到减碳 而且参与的企业 它是源自于 你被赋予减碳的义务 你每一年有一个减碳额度 一定要达到 所以做不到的人 是被迫要付出成本 去市场买碳权 那比较起来 如果像华尔街这种所谓股市 它的目标 比较像是让资金流动 缺钱的企业 你就去发行股票来换钱 华尔街那边比较有可能 像座庄开赌场 但是至少碳交易市场 目前为止 它是有一个 很大的目标在那里 那欧盟其实 欧盟的碳市场 在2001到22上半年的时候 价格有飙高 甚至超过100 100欧 那个时候有引起投机的疑虑 炒作的疑虑 那个时候负责管理 市场的欧洲证券跟市场管理局 他有做一个调查报告 他有发现 那一段期间 九成的交易是来自于 四级市场的延伸性金融商品 听起来很像 侯尔街要炒作 对不对 那种炒作的疑虑出现了 但是 他们认定 这个是出于国际情势下的正常现象 为什么 因为有COVID 那段期间有COVID 有恶物战争 所以大家要避险 所以他 为了避险才去买了这个金融商品 把价格对高 而且他们讲说有一个 通常在股市很容易被怀疑炒作 就是一些投资基金法人 那 欧洲证券市场管理局 他发现 就是 欧盟的碳交易市场 从2018年以来 来自于这种投资基金的交易额 只占不到8% 意思就是说 没有办法撼动 整个92%的市场 所以那份报告结论是没有炒作 那至于以后还会怎么发展 我们只能继续看下去 其实我觉得这是好事 就听到西儒这样的说明之后 因为大家还是会有疑虑 尤其是光探权这两个字 权这件事 right 它都有价格 它甚至是衍生性产品的 最基础的 一个概念 你买的就是一个权利而已 或者是你卖的就是一个权利 这个权利是有价格的 这就是 就是衍生性金融市场的 最重要的一个概念 当然这个不是金融市场 它是一个要为的人类 未来永续的 一个必要的 一个透明的机制 那 我直接问一下 因为 你刚刚已经提到价格这件事情 定价 定价就不是很容易的事 其实最早在各个的气候峰会当中 就已经吵得不可开交了 以开发国家 开发中国家 那 有的国家喊得很大声 说你们都已经烧炭烧了300年 你现在要我这个烧炭50年的 要 要缴税 这件事情 我就是不从 但是这个吵也吵了20几年 现在好像 感觉它比较斯文一点 它现在有一个方向 就是多一点或少一点 最早的欧盟好像大家讨论说 75块开始好了 75块欧元开始 那比较穷的地方 也许30多块 甚至更少 现在全球有20多个市场 甚至 还有 各位数字的 的价格等等 习如谈谈一下 谈一下这个 这个价格这件事情 是真的这么的难吗 你自己观察 价格的变动 的状况是怎么样 我先呼吟一下 就是刚才汉原提到 探权这个权 你会发现很有意思 就是在欧盟 他不用这个词 他叫做探配额 所以感觉上 他比较去强化 这件事是个义务 不见得是权力 所以他的玩法 一定是先给你一个大帽子 你要先达到这个标准 做得好的 才有那个探权 可以拿来买 做不好 你就是要去把你的配额买满 所以也许某种程度 当然欧盟很喜欢 一个民事游戏 不知道他 是不是真的有这个用意 那讲到价格 这里有一张图 其实欧盟的 那个探交易市场变化 从一开始是可以看 他其实 我所找得到资料的 碳排放量 所以他一开始 不是政府免费发放配额 让大家去交易 熟悉市场 然后也减低企业觉得 哀哀叫的负担 结果发现免费的午餐给太多 大家吃到饱 没有办法产生交易 变成零欧元 所以他是到了第二阶段 才去修正 他就是把那个 免费的午餐收回来 饭越给越少 然后大家才会开始愿意花钱买 慢慢把这个市场调整起来 对 所以对 你刚刚那张资讯真的蛮重要的 每一个市场的开始 都会有震荡 都会有寻找方向 麻烦喜如继续 没错 没错 对对 所以欧盟他其实也经历过那种 错了就修的期间 只是他一直没有忘记他的大目标 其实欧盟的 碳市场发展到现在 现在是第四个阶段 他每一个阶段都把整个欧盟 二氧化碳排放量的总体目标 不断 减碳目标不断的提升 比如说一开始要减到1990年标准的8% 然后到20% 现在更有野心 就是到2030年之前 所有欧盟市场产生的二氧化碳 必须要比1990年少55% 就是要砍饭 所以碳交易市场是为了达成这个目标的一个工具之一 所以他这个市场要怎么玩 要怎么样刺激誘因产生 也是就边做边修 那所以刚刚汉原有提到一个很重要问题 就是那只有在欧洲玩 其他国家怎么办 那个地球是远的空气没有分边界 那怎么办 欧盟当然有发现问题 那再讲另外一个专有名词 叫做碳泄漏 如果大家知道 以后听到人家讲碳泄漏 是在讲什么 大概就是这种 就是如果我这边做得好 你那边做不好 结果总体效果还是不会很好 所以那个要阻挡这种碳泄漏的问题 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碳关税 C-bank 然后另外是设法让国际的游戏规则一致 大家的标准一致才不会有这种投机跑漏洞 那目前欧盟他其实跟瑞士 就是一个中立国没有加入欧盟的瑞士 有国际连结了 就是他们两个地方双边在2017年的时候签了一个协议 就是叫做连结协议 那从2020年起 这两个市场就可以互相交易 比如说瑞士的企业可以去欧盟的碳市场买 碳配额之后回到瑞士去买 欧盟这边也可以 但他这个设计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两个市场的整个制度规则都要一致 所以当然是瑞士把自己的全部调成跟欧盟的一致了 对 所以台湾的碳交易市场设计 我觉得一定要把国际连结这种相容性考虑进去 对啊 我们的主管机构在前一阵子前几天也邀请了新加坡的碳交易市场的主管 主则人员 大家来讨论彼此经验分享 尤其是国际的 我们直接讲产品好了 或是如何挂牌这件事情 他就牵涉到跨国之间了 因为其实这件事情就像刚刚习如讲的 发生在瑞士跟欧盟之间 他们去寻找一个共同的一个一块区域 然后来让他扩大交易等等 毕竟欧洲早跑了这么多年 碳边境调整机制 C-Bank要上入 我们也要配合 习如你的观察 我们超前部署一点 我们来看看 就说这个将来交易也好 或者是我们企业要规划我们自己的排碳量 还有可能会影响这些变动的东西 我能想到的大概就比如说战争 景气 这些比较聚观的经济方面的变相 习如观察还有什么样的变相会影响碳交易呢 我觉得刚刚讲那些都还是未来的事情 但是现在以台湾而言 我觉得最迫切的是企业界到底有没有准备好 因为台湾很多是中小企业为主的出口型结构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国际的规则我们一定要跟上 但是我们前面虽然讲说好像有300多家碳盘茶 感觉不错了 但是碳盘茶真的只是第一步 后面我们才在小学一年级 后面还有很多要跟上的 就是如果台湾只有大企业跟上的话 我们在国际经济上一定会完蛋 所以一定是要整个产业 大部分的企业都知道是怎么回事 还有前面提到什么顾问会计 他们都在做 但是他们也只是中介机构 真正的玩家或真正的主角 如果还不懂的话 或者是还没有认真要投入的话 等于事情就大掉了 所以真的 你的讲法 其实反而我比较担心的是这个 那其他这些变数 反正你说战争啊 气候变形或什么 这个反正会打到所有的人嘛 就是到时候不管什么市场都玩不起来 你的讲法跟我刚才跟 特别找到财经组那边去 跟他们几位主管聊天 讲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说我们我们就是从还在幼稚园的阶段 准备要上一年级了 那该准备的看起来有这个概念 但是似乎还缺乏了一些共识 那这个需要在很短的时间之内 找到一个共识跟方向 然后上路 我是持这个路线 就是反正每一件事情都是 起头千头万绪 但就总是要起头嘛 对不对 对啊 对 你就像欧盟 他前面也是跌跌撞撞嘛 反正我们看人家笑话 就比较安心 觉得自己可能也会犯类似的错误 但尽量不要去重复别人的错误 了解了解 对但初期的混乱是必然的 因为 大家都很好奇这件事情 说实在话 比如说我啦 我知道这个题目并不一定会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跟耳朵 但是 我是高度 投入这件事情 有点 觉得自己是个 这个菜兰族 可以提着菜兰到探教所去逛一逛 这样子 看可不可以赏货 我知道想太多了 这个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想太多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这是不一样的概念 他绝对不是这个券商啊 或者是 传统的我们看投资这件事情 避险是有 然后 未来 经济的展望 然后以零碳的方向 的规划自己的生产 还有作业等等 这件事情 是比较才是他的核心啊 但是但是我发现呢还是很多概念相关的东西呢 非常的热门 徐璐来谈一下 想到菜兰族 我觉得菜兰族千万不要急 因为这个不是老鼠会 老鼠会大家怕去晚了变最后一只老鼠吗 这根本还刚开始而已 不要当 现在就去你就是死在沙滩上的那个前浪 后浪推前浪 前浪死在沙滩上 我发现明根一转这样子 古海明根在我前面 对 但如果现在听到很多概念股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所谓的整个减碳经济的减碳概念 它不会只有碳交易概念 会太狭隘嘛 但是你如果听到人跟你讲什么碳交易概念股 你就心中警铃就要想起来 是起在盘下面 因为很可能只有名词在炒作而已 真正要看股票的内涵 应该都是减碳相关的产业 就是前面提到的在做这种产业环境 产业绿能转型相关的 所以那个其实 怎么讲 就是我们如果要看这些企业 有没有诚意做 就是因为这些投入碳交易市场的企业 它有很多很可能也是上市公司 那我反而在联想 我也许有一个观察指标 就是如果在碳交易市场 台湾刚开始的时候 有些企业它如果减碳没有做好 反而拿政府给的配合想要去卖碳权 这个时候如果是我的话 我就会在它的股票交易市场那边做空 做空它 因为这表示老板没诚意 他没有要减碳 他只是想要拿政府免费午餐转手拿去卖 他就没有做长期打算 所以碰到这种企业投资人应该要赶快跑 这老板可能就是准备潮短线了 你真的好恐怖 他以为你只会给他贴一个什么红标上面 很红旗上面 大家要注意一下 没想到你直接给他放空 讲一讲 因为这些市场 就碳交易市场的表现 其实某种程度可以观察 这家企业经营的诚意 他有没有做长远规划 对 因为你刚已经提到了 永续发展还有社会责任 这八个字在每一个企业 都会把它放在他的网站的首页 对不对 现在不是要兑现的时候了 OK 好 我们再回到欧洲的经验 你会觉得欧洲人真的会比较有强烈的这种概念吗 相对于我们刚刚起步的亚洲 简单简单 肯定有 因为他们推动这件事情 也就是像欧盟 这是欧盟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而且已经持续十几年了 对 而且他们在政策上 不管从议会到行政部门 他们在做的事情是提高标准 也就是不会以达到短期目标就觉得满足 短期目标要达到以后就加码就好像前面提到的总体碳排放量还要再增加 所以我觉得欧盟经验有一些可以提供参考 就是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很清楚碳交易是手段不是目的 那真正的目的真的就是要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而且还设定了一个比较高你还要再多努力一点才可以达到的减碳目标 那这样这件事情在很多欧洲不管他是虚情假意 但是他在政策说明上都说出来了 然后他的政策目标就是设在那里 所以所有欧洲人民都看得到 对 那欧洲人民很重视环境这件事情其实落实在很多政策 也许等一下有时间再聊 那对 那但是所以为了达到这个减碳目标 他们是有各种配套政策的 除了鼓励绿电然后还会禁止高碳排的交通工具 所以他不是为了碳交易而碳交易 初中一定不能忘记 否则市场就会变投机 因为不知道为何而交易 所以那我觉得欧盟还有第二个经验台湾可以参考 就是他的棍棒跟萝卜是互相配合的 而且他棍子打下去是会痛的 比如说我们刚刚看到那个刚刚有谈到 欧盟碳交易市场不是说20欧 左右维持了一段期间 那一段第一阶段如果没有达到减排 目标的企业他的罚款是每顿40欧 所以差不多是碳交易市场市价的两倍 所以你就不敢不达标 那到第二阶段以后他更狠 他一下子把罚金提到100欧元 那个时候市价其实也还在二三十块 所以他就是比市价还要硬高了几倍的罚款 所以他就逼着企业一定要做好减排 不然你就要花钱去市场买配合 你知道吗 节目里面我跟你聊了将近40分钟 我现在终于知道一切事情 为什么证交所国发基金还有环境部 会如此的骚扰你知道吗 因为不敢重罚 加上就是说那个标准如何设定 这真的不容易 这真的不容易 对啊我突然觉得有 好像有跟田董市长在聊天的感觉 我觉得其实标准不会不难设 他不是比我们聪明到哪里去 但他很简单 二氧化碳总量都算得出来 台湾人均排放量都算得出来 比欧洲很多国家都高 所以我们的排放量很高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 然后我们也设了总体减碳目标 我们一样含2050要净零 比习大大快10年 这也值得骄傲 但是既然我们都知道 我们其实有数字有目标 怎么可能会设不出标准 好因为我们是一个 我们是一个出口高科技产品 跟原件全世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所以身上的担子会重一些 很迫切 对啊 但是大家比如说 所以就要做更好 你看我们在国际商的孤立 我们要如果不能继续 台湾如果继续不能继续扮演好学生 尤其在检探不能当好学生的话 你想我们的国际处境 对啊 就会更为难 形象啊 但是大家讲说排一顿啊两顿啊 也许是一个很空的概念 其实这个概念也都不难 你到一个空物比较严重的地方 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重量了 说实在话 绝对绝对 也许你在一个某一天觉得这个蓝 这个晴空高挂天上没有云什么 你觉得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你正在到污染严重的地方 你是可以感觉到那一顿的重量 对啊 我在这里碰过一件事啊 就有一天突然那个新闻讲说 这整个周末搭乘交通工具免费 原因是什么 因为空污超标 就意思大概就是止报的时候呢 大家就免费搭乘交通工具 为什么政府要这样做 因为他希望大家借此减排嘛 减少自己的交通工具的使用 所以他愿意做到这种程度 来维护空气品质来降低污染 了解 我们今天节目非常谢谢 希如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这么多宝贵的资讯还有经验啊 因为在podcast还有 即使主管机关他的节目啊 或者说明啊 都我run了一遍觉得 嗯学到了很多 但是也有一点著名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用 叫大家起来要下课吗 我们要第二课 我们要第三课 会继续上下去的 这很有趣啦 因为跟每一个人都有很大的关系 然后我们用直接聊到的一个方式啊 让资讯透明化 让大家动起来啊 每天都有一个指标可以看啊 所以会比较有意义 那之后如果还有什么重大的资讯啊 或者是相关的变化呢 我们再跟希如来慢慢聊 欧洲的经验啊 那我们节目今天就到这儿了 也谢谢观众在YT上空 我们分享这么宝贵的资讯啊 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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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